在下个月即将在上海召开的公播会上上海高校共有660个项目参展 其中不少是紧贴名声 昨天复旦新一代手机空中充值便捷的支付方案 交大的裸眼3D技术 同济的智慧城市交通监测平台等项目抢先亮相了 他们都将在未来一两年之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记者跟着复旦的研发人员来到一个地铁站 在网络良好的情况下 研发人员将设定了充值额度的手机摇一摇 立刻给交通卡完成了充值 神秘的空中充值靠的是一张小小的NFC控制芯片 它可以把门禁卡 公交卡 银行卡等各种卡 以及POSE终端机整合在一部手机之中 轻松实现空中充值 空中付费转账等 我相信的话可能是真的是在不远的 在一两年之内的里面 相当多人的手里面不仅会有这样的手机 更关键的话 它在日常生活中 是能够使用NFC能够带给你的各种各样便捷的功能 在一款搭载了焦大最新罗眼3D技术的PAD上 用肉眼就能清晰舒适的 看出阿凡达等影片的3D效果 而罗眼3D电视也有望在一两年内进入寻常百姓家 感觉效果很逼真 很真实啊 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 目前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开发罗眼3D 但是焦大对自己的新技术十分有信心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怕不是货 就怕货比货 此外同济大学的智慧城市交通监测管理服务平台 也有望很快为市民提供规划最省时 最畅通道路的服务 记者周云朱美报道